要不然學生就要學生 學生說這中壁要怎麼打緊的主力 長遠之際就是要這樣 洪農病毒就是一種病菌 病菌感染 再來就是局部的從哪一株開始 某一株開始防化 還有那個你看那個病毒 你要把它嚐嚐看 這樣真的坦德下 我真的看了我都替她心疼 你好我是寶妮奶奶 現在正是柑橘採收的季節 奶奶現在又回到娘家 我弟弟的柑橘果園 今年因為氣候要乾旱 雞子收成比較少 柳妤妳在搬甘露 這不是要賣的啦 不是說要出甘露啦 自己要吃嗎 也不是啦 因為這棟齁 這棟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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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盡快把它齁 這棟齁 要把它剪掉 是怎樣 這棟齁 已經中十十斤了 中絕症齁 有啦 大媽也會中絕症齁 是呀 像我們生的媽媽這樣齁 要把他 棟齁也會有癌症耶 你不知道齁 這個就是 所以你現在都要把它剪掉就對了 因為這 因為現在媽媽已經熟了嘛 對不對 熟了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剪掉 趕快把這棟處理掉 不要越拖越久 這樣 像我們人的話 你說得到癌症的話 我們還盡量的說 盡量要 要趕快想辦法治療 想辦法 還能多活幾年對不對 但是這個不一樣喔 這個你知道 你能夠診斷出說 這個就是絕症了 就要趕快把它處理掉 看起來就好 你怎麼會說它破壁 我吃什麼飯耶 對嗎 你看好 我看就 我們看就 就要下殺手啦 不然的話我們 會整圓齁 做到蔓延的話 因為這個是 病性感染的嘛 他會團念嗎 喔 他喔 所以說我警察要把他 把他的電源齁把它清除掉 好 要把它清除 我等一下 你以為我等一張就沒有了 要記掉了 蛤 甘蠻條就要記掉了 蛤 甘蠻條就要記掉了 有啊 你看好好齁 對啊 身身褲褲褲 照褲到這麼大人 要記掉了 這樣不會很可笑 所以說如果這個甘蠻齁 你如果要種 要生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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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辦法 我們台灣現在齁 控制了這個 沒有辦法控制 這個病是沒辦法控制 這樣真的好可惜喔 要不然 要生蠻條 就要生蠻條 這中間要怎麼改進去處理 長遠之際就是要這樣 這樣 這樣感覺也是不簡單 身身褲褲褲照顧 現在這麼大人 還要綽標這樣 沒有辦法 今年齁 年初那種控制 那種控制 也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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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環境不好 它就容易發病 你是怎麼判斷這個 有發病 有啦 這要算我們營館的經驗 我這台這裡齁 你坐這張 我這台這裡 這棚這樣齁 這棚這樣 現在目前就看到三棚 蛤 這麼多喔 這裡一棚 那台那一棚 這棚也是 這棚蟲蟲 這三棚都 現在目前看到這三棚 這蟲蟲 當時才 這不是很久了喔 我就是差不多11月底 今天是12月23號 我是在11月底就發現了 就發現說 戳掉了這棚 這個是葉庭的 這棚蟲蟲蟲蟲蟲 這樣嗎 你看這 你來看 你看看牠affer蟲蟲蟲 你看看 比較黃色吧 顏色淡掉了 沒有那麼綠 那你看 為什麼說黃蟲 你現在剛剛初期 剛剛 剛剛的話 你來看 一棚裡面一棚有的 從 不是全面的 它就是一棚腋子 看它這水怎麼會變這樣 我今年樣 十幾株 十多株都要處理掉 這株都要照顧嗎 這株就是因為我今天萬一不是要萬一去 因為這株我已經判斷是萬一條 我就是萬一條我就要去掉 三個是黃農病 黃農病就是一種病菌 病菌感染 一種昆蟲就是牧師在我們甘農都知道 牧山他去傳染 不甘就不甘了 你不處理就是小痛 你現在不處理的話就是疑小失大 你看初級的症狀 患傳蜂蜂病 第一就是他會異常開花 異常開花 不是開花的季節他也開花 異常開花 還有就是你看他就是 一株裡面 他有某一個就是比較強壯的那一株 從局部的會黃化 一年兩年整株都黃化 所以看上去就是黃農就是黃農病 你看有沒有看到那個果子 那個我為什麼沒有栽 那個可以的可以收成的可以吃的 我都摘掉了 你看一樣是一個水果 為什麼他那種顏色 我告訴你拿到黃農病的病菌那個水果 你看為什麼那幾顆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幾顆他不會成熟 因為黃農病的病症 剛才我講的嘛 就是異常開花 再來就是從局部的從哪一株開始 某一株開始黃化 那一株往往是最健康那一株 最強勢的那一株開始黃化 看到黃化的話你就要緊張啦 一場結果還 不是啊 一場開花還好 你要說呢就是 不同季節他有時候會靈性的開一些花 出現黃化的話就要緊張了 你看他的果會比較小 你看上面那兩個比較小顆 那兩顆不是說 緩化還是什麼 不是喔 因為他得定他才這樣喔 這裡沒有喔 你看這這麼健康 你說這一株的話他有黃多少呢 你看 沒有這上面而已 到十分之一都不到吧 但是為什麼 你就說那為什麼要 那損失不是太大了嗎 你這個讓他再解啊 問題就是你這樣的結果的話 你因為要為了說明年他這些能不能裁 但是我告訴你明年他還是會繼續黃化 你為了這些果的話 你留著病原株在那裡 讓他病原株 就是你這個這個就是病原 他會越來越嚴重 嚴重那是小事情 問題是這個牧師的話來 牧師主要是他是 就是在嫩芽 我們發揚的時候嫩芽 他在嫩芽那邊活動 他去吃那個嫩芽 他就移到別株的話 就把病毒帶到別株 那株就會有病毒 所以說我們就盡早要把這一株處理掉 所以一定要忍痛 對對對你看這個只有那一些 你把這個都砍掉不是 那不是腦袋壞掉了嗎 但是你知道我是 柑橘類的醫生啊對不對 我是博士的 我是醫生喔 我是博士級喔 我就知道這一株就馬上要處理 而且我不是只有這一株喔 十幾株 哇那神絲好多喔 不是說你看到黃花就一定是黃龍病喔 不是說有病骨就一定黃龍病喔 第一步你就要看這一顆 那個病株你要來檢查 看你那個豬有沒有壞掉 你那個豬那個豬條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得到病 還是說有得蟲去咬 有那個天鈕去殘暖 是這樣引起的黃 那就不一定是黃龍病 但是你看我們檢查這一株 你看沒有喔 通通通通 這株都整個流都沒有什麼病 所以說再來呢 你要看看那個頭部 你要把他頭部把它清開 看有沒有得到巨腑病啊 什麼的喔 看他的這個頭 塗把它拌開一點 看看有沒有有沒有巨腑病的原因 這你看也沒有喔 沒有病喔 這個我都看過了 所以說這整個都看過了 以前我就剛剛發現 所以我就已經看過了 看過好幾次了 也沒有 那就可以判定說這一株就是黃龍病 還有那個 你看那個病果喔 你要把它嚐嚐看 那個病果有沒有 它不會成熟嘛 我說不會成熟 你可以把它切來吃吃看 完全走樣了 它的味道 你吃不吃 就是味桶嚼辣那樣 就是完全沒有 味道就全部走樣了 而且連那個如果說稍微那個有沒有 它不是得病了 但是它看起來還是可以吃 你把它切開來 吃起來那味道也是差很多 就這樣判斷 你那個看它的病果到比較 現在還不會 你發現還是看起來只是綠綠的 沒有怎麼樣 但是它比較慢一點 你再來看 它會那個鼻子 鼻子果 鼻子那邊會紅紅的 鼻子果會出現 你那個果實變小了 看起來變小了 而且怎麼綠綠的 人家它那邊正常的都成熟 它怎麼還是綠綠的 而且一直等一直等 它也不會成熟 鼻子果是長得像鼻子嗎 為什麼要叫鼻子果 不是啦 它那個就是 我去採一個鼻子果 因為那邊比較長 你看它的典型症狀 你看到水果的話 它慢慢的 你看都不會成熟 都變小了 不會成熟 變齊禽果了 到後來它就會變這樣 你看就幾乎都變小了 就覺得頭它變黃黃 所以叫鼻子果 它就是一直這樣 它不會成熟 你把它剝開來吃 就是味道都變走樣了 像這個已經變鼻子果 還能吃嗎 這你要吃嗎 當然吃也不會怎樣 你可以試試看 你要吃這個嗎 你吃就知道了 根本就 這個都變了味道了 不像本來雞汁的味道 但是你如果說 你要判定黃龍病的話 你可以吃吃看 你就 哎呦 怎麼差這麼多 可以判定 你看全部鋸掉了 養得這麼大 就像養一個孩子一樣的呵護 這樣真的砍得下 我真的看得我都替它心疼 沒辦法啊 不砍的話 你犧牲更大 這樣黃龍病都處理掉了嗎 我還沒有喔 黃龍病就是它是牧師傳播的嘛 牧師傳播的話 我剛剛也有講 它就是在嫩鴨 我們在發芽的時候 在嫩鴨活動 然後它去吸取那個嫩鴨的汁 然後它的景點它就代賭 代賭的話 移動到別株的話 就會一直傳染 你看它會不會發芽 你這樣吃到它會發芽 它還是會一直發芽 這個還會再發芽 當然會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要處理掉 不要讓它發芽 最簡單的辦法是什麼 連根拔掉 對 啊你怎麼拔 要挖土 這個根範圍 也很大喔 像樹冠 你的樹冠有多寬 它的根就大 而且也很深喔 你用鋤頭挖嗎 對不對 啊你說 我叫一台甩鴨來甩 把它下來嗎 拔丟絲啊 對不對 這個你 你這個不處理的話 你就跟沒劇一樣 你這個沒有處理 這麼嚴重喔 它還是發芽 還是存在 那個牧師還是照常傳播 所以說 那你要怎麼處理 我可以把我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啊好棒喔 這個就是說 我們就是 不要讓它發芽 你也不可能叫甩鴨來看 你挖鱸雞的話 要挖得很關 你的肝源 你也可能進不來 都會引甲 你肝源你也沒辦法進去啊 像裡面你怎麼進去 對啊 山葬 所以說 你要想辦法 把葬做一株 趕快死掉 趕快死掉 不要發芽 那我有一點 我這個我就馬上要處理 因為現在就要馬上處理 趁新鮮的話 你就要這樣處理 就是用那個 用藥劑 要打針喔 不是打針 這個就是一種沙草劑的藥劑 沙草劑 沙草劑 對沙草 噴草了 把草噴草了 這個叫做 佳林曬 它的藥名叫佳林曬 41% 它的成分是41%的佳林曬 那個佳林曬是個圓液喔 圓液 沒有稀釋過的 對對圓液 泥板就把它這個 擦 擦一擦 要塗滿了 對對對 讓它會吸收你知道嗎 好 因為它會吸收 把它塗一塗 好塗一塗 它能在這裡停留的話 你就塗多一點 但是不要讓它說 好那就浪費了 跑到外面就沒有用 因為它是我們切掉的話 它這個 就那個切面塗滿就好 對對對塗滿 不能說要隔幾天再來塗喔 要馬上塗 對對對 它才會馬上吸收啊 這個要有毒嗎 當然有毒啊 這是沙草劑當然有毒啊 這樣的話 不夠力啦 還是它還是會長喔 因為它這一些的話 它靠這樣吸收 它還是會慢慢 它還是會一些 當然這不會那麼強勢 但是它還是會繼續發揚 所以說要補 要再補一些 補一些 我就把它吹一個洞 然後把這個灌進去 說這個洞的目的就是 要灌一些原液進去 因為你上面這一些 力量不夠 我們要保證讓它死掉 你就再注一些原液下去 你看我就抽這些 注射進去 不要讓它跑出來 讓它吸收一下 好多進去了 它跑一些出來沒關係 再補一些 因為跑一些出來了 就算有發芽 也是數量很少 會有一個稀稀落落 它還是有時候會冒 要冒出來又冒不出來 那個樣子 對不對 然後 我們就 我們這樣主要的目的 就是不要讓它發芽 不要讓它發芽 意思是什麼 就是 就是讓它趕快 跟什麼都爛掉 它這一口就真正的 根除了 就根除 斬草豬根 老婆你去拿那個社交袋 把社交袋把它蓋起來 讓它不要接觸在陽光 因為你沒有陽光的話 沒有陽光它就不容易發芽 你就算追出你沒有弄藥 你把它蓋著 它起來的牙也不會那麼茂盛 不會有傳染源在這邊 你看我那一處也要去壓 你看這個 你看看起來 大家看起來正常對不對 在哪裡 病原在哪裡 你來看 是不是這個有七星果出現了 七星果有沒有 你看它綠綠的 它不成熟了 有沒有 成熟了 有沒有 葉末 它這個葉是斑駁狀的黃化了 上面也黃了 你看有沒有 就只有這些黃喔 其他都正常喔 但是你能判斷 我就是說 我就能判斷這一顆 你就是一定要把它根除了 好 那一般的人你認識不夠的話 你是你是覺得下不了手 下不了手 就繼續 你看你看這只有這些黃耶 但是我就靠這幾個果 這兩個果 然後這個果有沒有 是比較變比較小 它又不成熟 有沒有 你看 這裡也有 你看紅鼻子果出現了 紅鼻子 紅鼻子 有沒有看到紅鼻子 慢慢出來了 啊 真的耶 有沒有 紅鼻子慢慢出來了 它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是死刑 你看我老婆有沒有可愛不可愛 我叫她拿那個袋子來給我 你看啊 她拿這個來套 你看 這個不行 一定要套這個袋子 要套什麼 這是出出 哦 這個沒有 這個那麼薄 那是在... 陽光還是照得到 對啊 做一點帽子 幫它戴起來 它要季節陽光 它要這樣把它控制 怕被風吹走 這個主要的目的 就是不讓它發芽 那就保證 這個把它的病原根除 你種植果是已經 好幾十年的經驗了 可以說是經驗豐富的老顏丁 能不能在我的頻道上面分享 在柑橘類的話是 以前從年輕到現在 真的是下很多的功夫 其實我是可以 我可以稱得上是 稱得上是這方面的專家